一隻角色可以在線上得到一個 就雙人共享經驗 但他可以到完整經驗 你打線的話就等於是你 平白無故會比人家多一等 這等級 不只一等 是越打越多等 越打越多等 就很奇怪啊 而且現階段來看的話 牛出的是賢者古畢 然後在魔鬥凱他身上的話是 騎手一個 就是三菱手會前奏 綠跳 沒錯 應該說這個就是標準的魔鬥騎手 兩個人一人一個跳 你跳給我我跳給你好開心啊 對 那這樣等於是雙轉 雙轉 前期的 演位配置 應該都沒有想要來做激進的入侵 而BKT在 下方的河道草蔥有在對方的這個 接近藍區的入口掀下一根眼睛 那目前都是採取保守的開局 這樣魔鬥如果可以跟牛一起騎一個Camp的話 經驗值會領先更多嗎 欸會 所以他們會採取這樣的 會 一定會 一定會吃那個雙死槍 但似乎 欸是會要踩逆逆U 而BKT也是鏡像的做了一樣的配陣喔 欸 選擇避免跟魔鬥對線不是吧 魔鬥好喜歡對線啊 他選擇避免跟魔鬥對線 但現在又是陣線撞到了 沒錯 哇這是一個智商壓制再壓制嘛 我猜你不會這樣 我猜你 我猜你 猜我 我猜你猜我會換所以我換你猜我換 聽不懂 我書念的少你不要欺負我 我書念的少不要欺負我 那現在變成是一個原本想要避線 但是反而鄭重下懷喔 把這條線路在上路交匯到了 沒錯 而且死亡蔓延 護盾打下來之後吃這個毒蛙 兩個人沒扣血啊 你二等幾乎不扣血在打這個毒蛙 而且 而且他W快轉好了 對 W又要轉好那一瞬間 毒蛙一拿到這個經驗值共享下去的話 真的是前途的人堪憂啊 兩邊都是起了一攤camp 一邊是毒蛙一邊是雙十 要在第一個撥兵線交匯 Ozumne跟Rolex兩個人 也是做一個body system 喔他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奇怪的body system 我們通常看到正常的body system的話 會先讓一個人拿經驗直接上兩等 他這樣有兩等的技能吃兵會比較輕鬆一點 可是他這邊是選擇直接兩個人一起吸經驗 喔 而BKT的效果上線其實剛剛打得很兇 看到魔鬥改善一上線 範疆用普攻凱的點他 因為 以攻擊裝來做的話 你說綠跳是沒有任何傷害加成的 沒錯 應該說這是一定要 但是你看魔鬥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千萬不能害怕 你不管別人怎麼打 你一定要走上去就把這波兵起 我聽起來就很像第一天人馬打雷文 你跟我說的話 你打雷文絕對不能害怕 可是Wallock他現在有一點怕他 沒有他這個等級要怕 他這個等級是沒有還手能力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打魔鬥改善你不能害怕他 不對是魔鬥改善不能害怕別人 應該說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盾有多少 那你要在這個盾還有的這個時間內 你能洗多少兵算多少兵 因為你後退就是多被打 因為畢竟別人是遠程 所以你怎麼樣你都要想辦法就是 要相信自己 我有一個比較就可能比較淺的一個疑問 是換的三層真傷打下去 魔鬥凱撒這樣子不會就是怎麼講 可以壓制魔鬥凱撒的這樣子步盾給予的 額外的 哇這邊已經拿到了 哇這個綁沒綁到非常可惜 這個綁如果有綁到的話 應該就是要逼閃啦 但是Lorex這個位置要稍微往後撤了 沒有我剛剛疑問是 魔鬥凱撒就有盾 然後範打增傷打下去的話 魔鬥不會被壓 不會應該很困難 所以其實魔鬥是一個壓不太住的 壓不太住 你看魔鬥起先就知道 喔 很兇喔 用野蠻衝突撒大地粉碎就把MOS的射擊出來 而且剛才他們是配合好你知道嗎 魔鬥已經先在小兵上敲了兩下的Q 他第三下是900% 他第三下是存好的 準備要敲在這個射雷基點上 這個很像是以前賈克斯的這種 第三下POP起來有格外傷害的打法 你知道第一天 你什麼時候開始玩英雄 大概是塔龍是新角色的那一批 你知道 你知道我開始玩英雄聯盟的時候 你說賈克斯的W是什麼技能嗎 你說閃力嗎 你說閃力嗎 不是那是E 那是E 他W按下去之後頭上會開始 1 2 3 4會有個數字 然後他每一秒鐘傷害會越來越大 集氣啊 集氣 對 啊那個傷害值是 就是你可以集到10 你再跳上去敲那個人一下 那個人就會爆血 那個人就會爆大概200滴 這遊戲聽起來很奇怪 這是第一天的賈克斯 你說那個是最開始的賈克斯 最開始的賈克斯 好 那現在變成是Hirana跟 Casin的效果雙人性 完全沒有受到任何 就可能前期犯的手場騷擾 他們已經贏半等了 對他已經是有等上 那個牛已經贏贏一等了 對 這個經驗值差距感覺上 就會越拉越開喔 會越來越大 真的 我覺得納爾本身不是一隻很好打 喔 G4有點危險喔 看到牌抽掉 然後柳就往前閃躲 引起XP出柳的閃現 旁邊蘭拉斯也是即時趕到 納爾不是一直很好打 很好打雷紋的角色 是 現在感覺上 XPK是各路線 各線路都已經拿到優勢了 所以在純打線上面的話 就打不太贏了 XPK的PKT 因為現在G4已經的魔力值不太足夠了 我剛以為他有那間藍牌 然後把魔撲下來 先來看一下上路這波X 出網丟到了Moss 由3Q 把Moss往回 第一下 哇 Hirana 第2下 抓了一下也走不掉 這一個 這一下 掉在了魔鬥凱撒身上喔 他是第三下敲下去嗎 第三下敲下去 我看那個原本的Service 感覺還有個200隻 然後第三下 啪 一下就隔屁了 他的殘疾水非常非常的濃 哇 這邊在6分鐘 魔鬥的雪球已經開始滾動 而且上路的塔 又要被月塔農 那一波泛又被弄到 這個是 這個是定時炸彈已經爆鼠開始 C4就要爆了 C4要爆了 C4要爆了 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好 喔 不然順利的把這個大鬼給搶了回來 他這樣 一張很賺欸 他這樣的話就把剛輸魔鬥的那一等賺回來 沒有沒有 是這樣子啊 樂觀的想法是好的 對樂觀的想法 DKT勇往直前 值得我們學習 出鉤 光在卡西身上秘密要飛了 秘密飛了出來 捏一張金牌引起了Hirana身上 WQ敲血兩個人 S2K 開始調整自己的位置 Hirana被定了牆壁 閃現金牌 Hirana要倒了嗎 交閃過牆逃脫 沒關係 還行還行 這一波交了很多招勵師技能喔 沒錯 我覺得剛才那個要殺到魔鬥是非常困難的 在這個逆命的這個大絕開下去的那一瞬間 其實就已經看到這個蜘蛛還沒走 對 然後他還選擇上來打這一波 不過Hirana真的玩到魔鬥凱薩 你就覺得他這角色好奇怪 我覺得好坦 他被定牆被射兩張金牌 恩 他剛才是剛好在洗那一波兵的時候被添射 所以他的這個護盾只還在 所以變成說他等於是平白無辜 多了將近180滴血左右 喔 不殘餒 往前胸的Walllock一波 不過 因為手長的關係喔 這個就是一開始提到 打雷紋就是你 你這一波吃到了 你一定要跟他換到 就你能打多少你要算多少 先扛住這一波 對你扛住那 而且他剛才那波我覺得Walllock 從頭到尾就不該跑 他應該站 因為他根本跑不掉 他就直接跟他拼了有沒有 他站在他的後排小命旁邊跟他拼 他搞不好還可以多打到另外一個被動出發 幾下普攻 因為剛才他打了四下普攻 他如果再多打兩下的話 是有機會再出發一個被動 那還好他那個換血就轉 雖然說他可能會多吃大概 七八十點的傷害 在普攻的次數消耗上面的話 要稍微試算一下 如果對到雷紋這樣就走 沒錯 那現在剛剛中路的藍buff轉移 可以稍微儘管一下 去做對線艾克流的一個壓力 我最近剛剛已經讓G4 飛過一次上路的支援 但Echo是留在選擇 留在中路 現在又是把H2K的雙人線調回來 上路繼續做對線 反正魔鬥也不急 他第一件裝備出的是 冰杖 泰歐尼亞之石缺 然後再接一個腰帶 接了一個腰帶 幾乎每個魔鬥都會選擇買冰杖 因為魔鬥說真的 魔鬥最不缺的就是傷害 其實很多人都缺傷害 魔鬥最不缺的就是傷害 他隨便出他打好痛 所以他要的只有 要怎麼樣打到你 這點而已 他不需要去考慮到G4K 反正就是我黏得到你就好 他買冰杖的話 可以讓他就是有更高的機會 可以接近你 而且其實他的Q本身就是 算是辦法出傷害嘛 所以是有辦法觸發這個B帳 其實很奇怪 就是你剛才魔鬥卡 他就是一直 就是他奉行 所以其實可以給予 你有很多遊走的空間 沒錯 但其實遊走不好 因為遊走的話這個魔鬥 就等於少一個技能 你說W這個 對他這個W就不見了 所以大部分魔鬥在遊走 對 魔鬥的輔助在遊走的時候 是兩個人一起走 雙人 應該說他起兵的速度實在太快了 所以他一起之後就兩個人一起跑 好 ROLAX在出野區的時候 G4K抽一張紅牌 但是被上吊給左過 死過男神進來 別人暈到 嚇得獵中 在G4K身上大絕 逼出路的閃線 這個閃線交得非常即時是閃掉了這個 九筒的爆破九筒 沒錯 我剛剛想叫他007 也可以啊 他007X嘛 對對 有往前硬 想要來打一波死紅藍結 但側邊 Odame也是敢來中路想做包夾 他這波這一個 他這一個Yellowstar的有點帥啊 Yellowstar是不是 他一個技能都沒中啊 怎麼可以嘴偉大的法國人 他不是法國人啊 這是偉大的法國超閃 他等一下完了 好 隱西在吃紅的這個局 他裡面的 他會覺得很大 重點是有被 這根眼睛給偵測到 而且可以看得到 這一場其實 九筒有嘗試去做一些 包夾的動作 但是都被對方的視野 都給掌握住 等於BKT的 打野的動向完全被 S2K給拉到 這邊射雷西還是五等 牛耳青來到7 牛耳青就是7等 一個8跟7打7跟5 我有沒有看錯啊 一個8 7打7 5 難道執行上路的塔殺了嗎 蜘蛛也繞過來了 TP 射雷希開了自己的亡靈領域 然後賴斯從側邊的支援 拘捕用守護卷衝了出來 身上有金牌 卡星位置很深 火開大師選擇強開煩大 拘捕要死的第三下 能不能敲出來被洛克斯毒牙給咬死 S2K 所有人都在上路 半夜走不掉了 被一刀劈了 柳斯收下這個人頭 不過那即使感的窩拉克變小 這一波S2K 非常有機會把人頭全部都給拿下來 卡星卡到極限 卡到極限最後還是死在娜兒的殺之下 這一波S2K 是犧牲掉了自己兩位選手 然後換掉了那方的四個人 牛這邊的處理非常非常的漂亮 他知道自己 他回頭這個暈 暈得非常的漂亮 他也不算走不掉 他是 對 他也不是走不掉 硬去接那張牌 他真的是計畫通有沒有 他這樣子繞的話 可以把對方集中在一起 這是一個拉怪的一個概念 拉怪拉怪 拉怪 AOEAOE 對 反正這個還可以幫副嘛 所以沒關係 彈倒了就算了 彈倒了大家就撤了就算了 沒錯 我們來看他這一波 一開始牛是計畫好的 有沒有 接著 他是接著瞬間解開 然後打Q進來 這個時候解開閃現Q 漂亮 這個combo非常非常的關鍵 不過這個會戰其實魔鬥幾乎什麼時候沒做 你看他只Q到第一下 然後收服了一隻神奇寶貝 然後什麼是幾乎都... 他第三下還沒有打出來 然後因為時間太久他的Q就消失了 後面007其實趕到 其實這一波已經不太能打了 所以他也選擇放棄這一波團戰的機會 沒錯 哇這邊有點可惜的是這個牛最後被塔打死 如果這個真的在活下來的話 又是一波4加3 閃現的金牌 他沒被勾住了 後面窩拉克也要趕來 不過窩拉克的怒氣還不夠 我的回力鏢 哇 尼哈的傷害很高喔 發生什麼事了 是把007X給敲死 而且還收服起來 現在變成一個九筒的鬼魂在側邊 巨柏拉的燈籠 很癢的鬼魂 因為九筒是沒有傷害的 哇 哇 哇 養被勾走了 哈哈 好 這個沒有死沒有死沒有死 還行還行 還好還好 活了活了活了 哇 那下路剛剛又是一波的場合 反正PTT超喜歡 就是看到人然後多人集結 有這個機會就馬上上去打一波 應該說這是一開始就是他們的戰術 戰術 他們想要利用這個 他們這個多人支援的優點 來不斷的壓制 壓制這個魔鬥凱撒的成長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前面幾次 我覺得算是 操作失誤 那慢慢慢慢的累積起來 到現在魔鬥已經有點一發不可收拾的感覺 204的魔鬥 沒錯 這是204的魔鬥 而且這魔鬥幾乎沒有主動做play 都說 欸 有人飛過來了耶 那 那 那我打一下好了 那我就打他一下好了 然後就撿到100%的擊殺 那個這個 100%的擊殺三餘 哇 他這個跑線跑得好精銳啊 雖然說他從頭到尾都站在上路 沒有 他不是跑線 他是 有人會來找他 有人會來找他 他是什麼補蚊燈嗎 對方都是蚊子 對 他會一直飛過來有沒有 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找魔鬥凱撒了 真的 現在覺得很奇怪啊 奇怪 我明明就是魔鬥凱撒 然後你還一直來招我打 這本來是一個轉角遇到愛 有看到這根眼睛嚇了下去 然後又是一次的多人下路集結 這個隊友將軍也來了 過牆被007給擋了下來 幾次開始躲過了這次的勾子 直接一個向位轉移是躲掉了這個勾子 對 非常漂亮的一個 算是判斷哦 因為 被勾到的話 還是有一點點小蜘蛛危險 勾到的話 哦 閃度 大絕 把蜘蛛炸進來 Rolex上掉 接著小兵想要出來 不過被套了虛弱走不掉 犯拿下一顆人頭 這個進場 進場的非常漂亮 不過剛才有一個非常可惜的點 他的這個閃度之後的這個大絕接慢 閃度接大絕不應該是有空 不應該有空隙可以讓別人交閃線的 哦 沒錯 他剛剛居然可以 居然讓這個 讓這個艾克逃走了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因為艾克剛剛其實已經交大了 沒錯 他已經交過大絕了 他這個 這個炸回來的話 最起碼 雖然說我覺得應該差不掉 但最起碼可以打殘塔 那打殘塔的話 其實他們這個塔就不會被 點掉了 哦 我當然想想從側翼切入哦 TF開了命運的大絕 這些G4幫助自己的隊友爭取到了很多 這個 視野上面的缺失 好 達米來到了中路 現在變成是 全地圖的遊走 開始 就等於是 魔鬥在單線龍 可是很多人很多人都會開始在地圖上面 各線路開始跑動 每個人都來找魔鬥啊 因為現階段來看的話 魔鬥確實是在 團戰裡面可以發揮很好的效用 只要他有被好好的保護自己的話 這進步無敵的感覺 魔鬥有一種 魔鬥有一種招誰惹誰的感覺 我只是在吃冰 然後大家一直在殺我 我只是想吃冰 大家一直在殺我 大家一直在殺我 冰杖拿到手了 其實也沒人有殺到他 大家都想殺他 然後 隊友都可以剛好來參與到這個會戰 他旁邊有好多人在護駕有沒有 可是 魔鬥的驚人有這麼不需要 欸 因為 我們的理解是冰杖接三項 我覺得 打BKT的組合 可以出的 驚人 對 出的還不錯 怎麼說 應該說 只要你能閃掉 這個TF的這張雞排 是 TF就有大約 四秒鐘的時間是 沒什麼用 然後等到抽牌的CD好 對 而且這個驚人還可以閃掉 就是你被九筒炸進去的時候 你會讓你的隊友遊 應該說我們可以看到 H2K這邊的陣容 是一個全競戰的陣容 對 所以當他們在中路集結 在前壓的時候 如果有人被炸進去 他只要按了這個驚人 他的全部隊友是會 全部擠到他頭上 對不對 剛好可以把他給保護住 沒錯沒錯 也剛好 符合了S2K 剛剛九筒炸進去 剛剛講到的是 近戰的這個體系 也就是 你把我魔鬥炸進去沒有關係 我驚人可以爭取到我進場的空間 沒錯 好 黏銀器被盯上 時光攔截丟了下來 黏銀器X8的光影燈籠 讓MOS就降 不過 Hihana現在發育非常非常的好 130CS等級來到11級 11級的等級是領先了對方的AD有兩個等差 他11級等於幾乎是一個Sololane的經驗值 對 這個就是魔鬥現在最扯的地方 他明明就是一個雙人線 可是他卻可以得到Solo的經驗值 1分鐘後小龍就要重生了 而且魔鬥凱撒大絕 其實是可以收服這隻小龍 然後進而把他帶到線上去 幫忙推線或打架的 這個小龍非常的誇張 這個小龍本身是%數傷害 而且他可以彈好多下塔 這小龍非常硬 對 非常非常的硬 然後這個小龍幾乎就等於100%可以連帶 帶掉一個塔 對 目前的話是 讓H2K有一個整理兵線的機會 然後進行一波的回補 連帶的等一下的小龍團戰是 掌握H2K的計畫當中 目前納爾的裝備其實也是 還算不錯的210的戰績 反正他現在不管是跟誰走一起 雙人都有經驗 反正就是他自己都可以完整的吸收到這個經驗 反正就是走過來 然後按個W有沒有 然後就來吸經驗 Ryu已經是兩次回家都被中斷掉 BKP有意識到對方想要來打這條小龍團 所以已經開始靠中路的集結 這邊 艾克會交大絕飛回來嗎 我才 不會 沒有 哇 哇 我會 哇你 好快就要脫褲子啦 沒有反正你也沒有跟我什麼 差賭什麼雞排什麼的 好 Odame 清完了上路這條線 也是跟著隊友要來會合了 把中路的兵推過去之後 BOSS在插野的過程當中看到 BOSS的位置被一波消耗 小龍已經重生 這一波小龍團是想要來打的 魔鬥這邊吃 吃龍對魔鬥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遊戲環節 我們先放了死亡之子的大絕 小龍要被收服了 這一下打在龍上面都打了好大一格的傷害 把小龍收服起來 第一次看到魔鬥凱撒在職業場上 這個世界舞台上面出現連帶的收服了這條小龍 然後在全軍往中路逼近 沒錯 就帶來這條龍接來推這個塔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龍有3100滴血 3100滴血可以坦將近10多下的塔 感覺想起來傷害就很高 沒錯 在轉線的過程當中 飛對方的視野有看到 就發現它是AOE傷 對 它是AOE 它是一個指定技的AOE 又因為冰障 然後還有緩速 OK 真的是感覺很厲害 ROLAX中勾 但是BKT沒有冒然上去 反身的蜘蛛王定數的G4 現在中下路一直在轉 想要進而消耗一些塔的血量 現在可能要靠WARLOCK一個大絕的反推 開了加速的昇華護符 想要硬拿這個防禦塔 龍好硬喔 完全點不掉 時間到了 我覺得他們上一波不應該轉向 他們直接帶了這個龍硬或中路有沒有 感覺硬或許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應該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他如果能夠把這個中路擠掉的話 其實 對接下來的視野固執 尤其是他們現在20分鐘了 而且又有這麼大的經濟優勢 其實是可以考慮直接做巴龍的 喔 雷龍被勾到了 ODA們在塔下 被開到 不過是反身卡辛的進場 剛剛是敲飛了三個人 G4開了大絕 想要偵測一下對方全員的WAVE 全部都在塔下 卡製造出了不錯的傷害 卡辛先行倒了 G4交了閃現 金牌 納爾往前Worlock 還沒能推出自己的狂叫猛擊 就讓H4可以 可以有完整撤退的機會 再丟一個時空輸入 哇 H4可以只失去了自己的輔助 因為剛剛輔助是強行進行卡殺 沒錯 魔鬥剛才第三下是不是打到塔 哇 那 他第三下好像敲到塔 他第三下好像敲到塔 噢 杜子進來 魔鬥被勾到了 也很危險 哇 這個是直接就把魔鬥被秒了 而且是一個塔再順便帶掉一個魔鬥 好賺啊 很賺喔 真的非常的賺 在這一波是S2K感覺是比較急了一些 嘗試性的進場 魔鬥凱撒在塔下被勾到 而且他有閃現 他其實是有閃的 沒錯 被九龍的杜頂到接著死亡之勾 塔帶著我們看一下這一波團 魔鬥剛才先被勾到 然後你有沒有一敲四的 沒錯 你看第一下 第二下 然後你看他第三下 咚打在塔上 他真的應該要打到塔 他這個第三下存著我覺得 或許是想要趕快把塔給拿掉 但是 確實如球有獎的 如果說把那個第三下給留下來 對 去敲人可能都會比較痛 去敲人的話應該 搞不好有機會有沒有 可能還可以代掉一些人 對 因為他通常代掉一個人 通常就全部都要被帶走 噢 是這個意思 只要他能代掉一個人 就這個回戰就差很多了 瞭解 那 現階段的話 魔鬥凱撒的經驗也已經拿出來了 兩件的AP大裝 這樣子的話 先來看一下中度這一波 開了波倫加速逃逸 哇這個牛有情有義啊 牛哥 G4 遭殃被毒咬給咬死 後方007 想要來支援一下自己的隊友 狂小武林 推得還不錯 推到了兩個人 摩拉克幫助自己的隊友撤退 但是 反而自己也被打到剩下 扮響以MOS被留住 走不掉 被Odumne的暴動才轟爛 接著下來還在連續的QA Odumne 後方的007 也是被提案人給收了 哇這邊還帶著這個酒桶的靈魂 應該是可以直接過來吃拔龍啊 欸不對不是酒桶的靈魂 祕命的靈魂 那祕命的話 感覺比酒桶還棒 比較有用一點 祕命的話還有這個被動 可以幫忙他打龍 開始吃這條巴龍 而且速度還不錯 跟著隊友一起把巴龍給做了下來 這場的2K就死拿久穩了 Odumne在側邊 有看到對方在吃巴龍的衣服 想要來進行防守 但是 血量似乎是 這邊一個時空速度 沒能夠暈到非常客氣 對 祕命這邊帶著守護教員走過來 但是Odumne也跟上 大刀一局 開始剁 一次兩次 差一點點反身金牌 只要當被暈住 再接一個拋煙 PKT要開始撤退 要非常注意喔 剛剛這一波 因為G4的即使用TP 趕到的關係 所以Ryu也已經倒了 沒錯 這邊不擠啊 剛才沒有必要追擊 這邊已經拿到巴龍 就穩穩的有沒有 拿到巴龍 拿到撤退 沒錯 他這邊回來補個裝備之後 再來一次中路集結 或者是上路下路集結 其實都可以喔 上下的外塔都還在 內塔都還在 而且 光從魔鬥卡 這個點確實就 體現了為什麼這些角色 不能被放出來的原因 就在於 等級跟經驗值 3的等級 你看 右邊最高等的 Wordlock跟G4 也才13等而已 也才13等而已喔 雖然說他們這一場 是有的巨大的優勢 在會戰中 其實還看不太出來 這個魔鬥有做了什麼太 恐怖的事情是 但是我覺得那重點是因為他們的優勢實在太大 對 所以變成說這個魔鬥的第三下 還敲不出來人就已經死光了 沒辦法 沒辦法提借 給他們知道我們很厲害 就 沒有他表現的機會你知道嗎 就你隊友每個流川鋒 就你在旁邊打醬油就好了 每個流川鋒挺厲害 對啊 就球團給他就好了有沒有 你看剛剛那個雷文一打五 他到底在旁邊幹什麼 沒有 每個流川鋒 那球永遠只會在他手上而已 好不好 籃板他搶 籃板他搶 籃給他灌三分踏射 對 都給他玩就好啦 這怎麼感覺好像在講口比 我們先不講NBA了 我們把話題要轉回到這場比賽 是帶著Bubbub的H2K 然後帶著超多的小兵跟炮車波 衝到對方的二塔下面校正 我發現這個魔鬥很好玩 他剛剛 嘗試了4次要閃那個 閃那個逆命的Q 就有4次都沒閃掉 他就這樣被消到半血 原來這場比賽 你看魔鬥都是在看他有沒有回過逆命的問題 沒有他是很明顯 就那個牌慢慢的飛過來 然後他左晃又晃 然後被刮到 然後牌又飛過來 他晃了兩下 然後又被刮到 沒關係 反正這一場的話 是H2K的大優質 沒錯 他現在要怎麼玩 然後上路是Odome的單打Wallock 不過從側邊多了一個刺客 直接暈到死啊 完全沒有任何的風氣啊 不過犧牲掉了Odome 可以讓H2K拿到這條小龍 是本場遊戲的第二條小龍 直接交產線好兇啊 而且硬打007X 把他炸出了時空攔截區域之外 還是被暈到了 可惜可惜可惜 交友自己的1是閃到了9桶的前面 要阻止他的肉單衝擊 對 而且還可以順帶聯食 或是有的 第二段回刷都可以打出來傷害 沒錯 大軍壓近 然後Lonex被中鉤 變蜘蛛上吊 但是下來的瞬間 交閃線拉開了整個防禦塔的攻擊範圍 小龍也要死了 小龍差一點點 欸 逃走了 小龍竟然沒有死 好沒有關係 那剛剛下路的一波嘗試 現階段來說的話 雖然人頭數只差了兩顆 BKT的經濟量是被 對方給拉開了9000塊錢 不錯喔 可以看到在吃冰上 其實幾乎每一條路都有巨大的領先 哇 原來小龍不敵毒蛙 哈哈哈哈 那 沒有我覺得剛剛那個應該是 我剛剛看沒錯 應該是時間到了啦 他就剩100滴血而已 可是毒蛙沒那麼痛啊 是沒那麼痛 但是才100滴血 你要打贏毒蛙 也是不太可能啊 哈哈哈哈 喔 魔鬥凱薩是一個 全AP的出裝 全AP的出裝 我覺得這個出裝其實是 這樣子跟鬥士型的 有什麼 很明顯的差異 就是 其實差不多啦 魔鬥凱薩出三 因為我們一般看的魔鬥都會出三項嘛 對 然後什麼兵杖 史特拉克手套 沒錯 然後這樣子去貼人家打 但是今天並不是一個三項之地 應該說出AP的話 他的大絕跟他的這個 1的傷害會高 對 那其實這一場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 這個Q其實第三下都打不出來 打不太到 反正我只要1丟一丟 然後W有傷害 沒錯沒錯 就可以了 S2K遊戲時間27分鐘 已經把巴龍區的視野 全部都做乾淨了 BKT要來跟對面正面碰撞 納爾已經變大窩了 準備好了 這邊納爾已經被看到是變大的狀態了 那這一波縮小之後 其實就是H2K的一個非常好的進攻機會了 有幾秒的時間是沒辦法累積怒氣的 這個防禦二塔只剩下一點點的血量 要非常注意H2K的強力執行塔殺 下落的Zamne做一個邊線的分推 因為他手上還握有TP的關係 其實感覺柳也可以給他繼續推 然後131會不會是H2K掌握節奏比較好的方式 他們這邊畢竟是5個進戰喔 而且BKT這邊是非常非常強的單點占 單點單抓陣 所以變成說他們這邊如果分開來的話 會很危險 哇 範杯暈倒 你有看到剛剛那個蜘蛛網嗎 不過我們現在講ROLAX的狀態 飛下來還是倒在了納爾的懷抱 Odame剛剛想要嘗試墮人 不過也只能選擇撤退 柳再一次的進場 G4兩個中都交了閃線 牛一敲三 再頂飛 WOLAX推了一下子 推到卡西 開啟了曼谷軍人隊的撤退戰 這波摩托凱撒是滿血進場 被刷了一下 剩半血左右 WOLAX完全沒在怕被對方給暈住 而且一波帶走 半夜已經死去了 WOLAX用跳躍往回拉 摩托凱撒 開了自己W 死亡蔓延 反身中攻 第三下 第三下敲得出來很痛 WOLAX也沒能逃走 非常漂亮的一波團戰 S2K拿下了 WOLAX還要秀一下 秀一下牌子有沒有 這個擋陣的設計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壞 這個設計 而且還是實裝在這次世界大賽裡面 沒錯 魔鬥凱撒的破壞力在剛剛那波小團裡面 是拿到了一個雙殺 而且讓S2K踏上了這個高地塔 真打不出了 連段G4 要倒了嗎 差一點點 寶盆斬非常的高傷害輸出 把G4給殺了 然後連帶著讓S2K拿到了這個高地塔 剛才這邊雷紋 雷紋玩得很溜欸 其實一個強的雷紋跟爛的雷紋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分別的方式 就是強的雷紋會讓你不知道他的大爵士什麼都放出來 他可以用他的其他技能 像1跟Q來取消他這個R的動作 而且是會讓你感覺完完全全看不到他的人物有任何的停頓 你這樣聽起來就是只能從他的手上的那把刀去判斷 對 因為剛才可以看到雷紋前進的時候是完全沒有大爵士的雙殺下 可是他在碰到TF的那一瞬間 他的大爵士已經出來了 他在不斷滑行的過程中 他就忽然出現了他的大爵士 第1下 第2下 第3下 我看那個掃隊有個400-500滴血 差不多 我覺得應該超過 只是當時他只剩下這麼多血 所以他只能打這麼多 這一下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飯的這個血量 他如果前兩下是敲在酒桶身上假設 他閃現過去打在這個飯身上 直接一個就直接死了 會直接死 我好想看這個畫面出現 我也好想看 這會是一個100點 好 窩拉克變大 狂笑猛擊 推了一下 歐咱咱咱咱咱被留住 翻開了死亡通氣的大絕 S2K在這個窄口全面的壓進 窩拉克即便是大狀態的大人 也是要倒下 巨破也走不掉 開了驚人 下一個集果的目標變成了飯 飯還是做後續的拉扯 蜘蛛網 用翻滾給躲過 你現在不覺得他買兵杖好厲害喔 他從頭到尾其實他的Q根本打不到半個人 他就一直按E一直緩人就好了 對 那拿到了這波團戰的優勝 繼續往巴龍城市邁進 是S2K的巴龍機會 在側邊的007 想要來嘗試偷偷看喔 因為裡面其實有死 這個是死 還是這個是 應該是沒有死 沒有沒有沒有 剛剛是被拆掉了 007的位置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被敲飛很危險喔 哇還被蜘蛛網到 雷文勝強 哇 MOS這一場是非常可憐 想要做視野 然後都被對方給偵撐到 但是MOS最後是想勾牆逃移 哇 沒能夠偷到非常的客氣 然後巴龍還變成了S2K的囊中物 其實MOS剛剛想秀一波有沒有 誒你抓到我 但我要勾十項逃走 沒錯 但被十項打死 他滑過去之後血勝太少了 然後十項也生氣 吹了兩拳之後MOS倒了 20比10的人頭差 31分鐘 17K 對 17000塊錢的經濟量 感覺到現在這場S2K是 想怎麼打就可以走 這是一個頒不回來的局面 真的 一個魔鬥不需要第三下就可以殺人 這個太快樂了 910的魔鬥凱撒 然後再補一個 你不講我還不知道他910 你知道嗎 他看不出來有910 我反而覺得這個雷文玩得還不錯 他看不出來有910 意思就是他沒有910的存在感 他看起來沒有910 對他看起來沒有 哇 聽說你要抓我是吧 那個雷文怎麼一下就不見了 一邊秀擋陣一邊跑 哇他被教訓了 馬上被教訓了 他們應該三個人站在他屍體上面秀擋陣有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看到那個 那個 匿名一下來連驚人都來不及看就 就消失了 直接人間蒸發 匿名是棉花欸 一下就不見了 然後S2K下入了Rew 在BD BD不說 被定牆又要被教訓了嗎 哎呦 驚人不錯 躲過了MOS的鉤子 滾一刷了一下 剛才就是完全體現 為什麼要買水星鞋這件裝備啊 剛才如果沒有水星鞋的話 剛才那個雲泉會是一個完美的階級 哇這一波S2K是完全輕鬆壓制 好想看他打第三下喔 趕快打一下給我看好不好 好 打到一個Double 有要第三下了嗎 小龍還在做輸出很痛 不 不 剛剛好像有欸 一迷是滿血被打到剩一滴一格 剩一咪咪有沒有 對剩一咪咪 過了阿Kio 難道要PENTA了嗎 隊友全部衝進去 哈哈哈哈哈哈 一定要PENTAKio的 不要認 阿這個S2K的隊友是很 很有inh氣啊 衝進去 但是WARLOCK絕對 第三下讓我看一下 讓我看一下 莫斯拿到這個小檔 哇沒機會看啦 沒機會看到第三下 他的閃現還被斷 不是閃現TP還被斷 有啦剛剛有第三下敲在那個 應該是敲印定命身上 但是那個傷好像不是他的 還是是echo的